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 很真挚啊,很热血啊 就是可以为了兄弟去牺牲自己 而且肖真生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讲义气,重情义 他对朋友,对家人,对自己的事业 我都会有共鸣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挚的人 恰好也想去做一些 跟之前拍的东西有一些区别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然后恰好又看见了孟海的这个剧本 所以一下子就被吸引 因为他其实写群像写得非常的好 然后剧情也非常的扎实 然后以及肖真生这个人物的成长 非常的完整 他可比我外相太多了 他是一个射牛 但我自己其实是 有一点有一点点设恐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在演的时候 有时候演完自己也会觉得说 哎呀,原来这就是射牛的快乐嘛 看到很多人在说什么异性人格 爱性人格 那可能他就是异性人格吧 异性人格可能就是很外向的这样的人 那你自己呢 哎吧 又内向又自律的那种 哎,就也不到内向吧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射牛 所以去演一个射牛的那个人生的时候 你需要调动自己某一些技能吗 需要就是让自己说 快点把这个场子给热起来 真的真的 我们每次拍那种 因为我们群戏特别多 每次拍吃饭的时候 就一群人围在一起 然后每次 当然就说 春生,说两句 我想说,当然我说啥呀 剧本上也没有啊 你随便说吧 然后我就现场就想一想 想一想 说什么说什么 然后哔哩哔哔哔哔哔 一顿说 一顿输出 所以现在是那种 聚会就要拿起杯子 就知道要看什么了 现在又有点退化了 北京话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挑战 其实是你要很准确的 抓到70年代 生活在70年代的那一群人 他们的一个状态 以及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 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隐藏的困难 所以你会去跟自己的长辈 有一些沟通和交流吗 其实我不用特意的 跟他们有一个交流 因为从小到大 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长 其实从小就听他们说 他们年轻时候的那些事情 所以其实内心会有一些感触 你自己会给他们有一些总结吗 比如说他们有哪些事情 会怎么去想 然后会没有一些什么习惯之类的 我可不敢总结他们 只是现在播了之后 他们会跟我说 说哎 还不错 还真的有点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味道 那我觉得就 那应该就对了吧 就像我刚刚说的第二个 它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困难 但是它演变到我们的剧情里面 就是你对每个人 你交流的态度 以及你对你对手戏演员 你该怎么去把控这个情感 就是你们在演戏时候的一个状态 取决于你怎么理解70年代的那一段环境跟背景 还有当时的年轻人他们的心态 所以都挺难的 对于我来说 我们很多演员都是北方人 然后也有北京人 瑞琳就是北京人 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 片场交流的时候就会故意 说一些北京话 然后说一些方言 北京方言什么的 对 对对对 还有什么颠儿了 哎呦哎呦哎呦 喝 就是这种 那些东西就是 你在看剧本的时候 是对你来说有一些困难的 我们在围读的时候 我就那个小笔记就一直在做 就是这个字 这个词 什么意思 划个道 就是各种 然后备注备注备注 然后很有意思 我跟我姐都是南方人 但我们在围读的时候 我不知道 然后大家就介绍自己 我说各位老师好 我是肖战 我是重庆孩子 然后大家 啊你重庆人 南方人 我想说哎呀 大家都是北方人 先天优势啊 结果到我姐的时候 上海人 我想说 然后我姐说 我们俩真是啊 南方孩子 然后要去演北方人 从小在北京长大 然后我们想说 干脆这样吧姐 我们就把这个 故事背景改一改 就说我们其实是 南方长大的孩子 然后牵去了北方 当然这个是开玩笑啊 就很有意思 你有给那个角色 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在里面吗 其实设计最多的 就是前妻 说话没个正型 就是各种 就是那种吊儿郎当的 然后跟你说话 永远不好好跟你说 然后头永远有点歪 就是有点拽拽的感觉 后面的改变 就是越来越沉稳 因为其实这个人 他在不停地成长嘛 你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你见证了很多时间的冷暖 你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跟状态 也会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他骨子里面的那种 骄傲吧 骨子里面的那种不服输 如果是你也会卷 我可能会卷 但是也不会卷到这么厉害吧 觉还是要睡的 对于肖战本人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想 好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没有说我要 我要去卷别人 我要怎么样卷自己 就是尽自己所能做好吧 对让自己累着吧 现在依旧很累 没有 就是很开心的累 每一个人都很 都很放松 真的给人感觉像 在一起生活了很久的一堆朋友 我觉得如果有花絮的话 放出来大家应该能乐死 因为很多人都北方人嘛 我觉得北方人有一个 先天性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们的语言优势 然后他们说话就特别逗 然后我们在现场就是 每天都是欢声笑语 所以你在他们之中的地位 跟肖战生体是差不多的吗 我就是看看大家 乐乐乐 乐呵乐呵 肖战在现场就是 一心都在想 那个北京话怎么说 北京话怎么说 都在想词嘛 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我一开始 看见这个剧本 我会觉得说 很喜欢很有共鸣 可能跟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在厂区长大的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但是能找到很多 小时候自己生活的影子 所以我可以带入我自己 当初看到剧本之后 跟导演讨论的也是 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剧不是在 不是编剧在替你去做一些选择 而是你的人物 在当下的那个环境 跟社会 你自己要走出这一步 要主动的去选择 所以这个故事到后面 会发生一些变故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都是自己的选择 你会有跟他 就是做不同选择的时刻吗 我觉得肯定会有啊 因为春生真的 让我很佩服的一点是 他永远在坚守自己 这也是我很想做到的 努力做吧 向他学习 那剧中有哪些就是 他们当年那个年代人的 那种精气事能感染到你 或者他们这种 很多呀 就是 包括我们一开始 在冰场滑冰的那些戏 包括我们一起骑自行车 然后 就是那种朝气蓬勃的状态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嘛 其实他的复杂性的程度 是在于 你要让观众觉得 他没有变 但是他又在 时代的浪潮里面 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真的很难 因为他从一个青年 青春期 然后走到了四十多岁 然后成为一个创业 成为一个企业家 这中间发生的事情 你既要让观众觉得 他在坚守自己 但是你同样 你也要让观众觉得 他成长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在拍的时候 一直在 衡量的一个点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选择的那一个点题 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 跟别人说过 我相信 就是 其他人也不会知道 所以大家在我们 紧紧播出了 这些的集数里面 他们自己就已经感受到了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怎么说 一个主题 所以让我觉得很惊喜 然后也很意外 就是大家分析 人物之间的关系 然后做的一些梗 都挺有意思的 而且有的分析 很准确 包括 就是角色在 做出选择的 这个点题上面 我觉得非常准确的 其实都挺多 挺搞笑的 是在哪里 听不错 一遍 我们都 seasons 尤其 音乐 点击 音乐 点击